哈囉各位數位小兔的兔粉們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 今天花花在昨天收到一個DJI的一個小的禮物 那可能是為了慰勞我們去年在DJI的銷售上 其實是有蠻不錯的表現 無論是穩定器、空拍機、甚至運動相機都賣得不錯 而且店裡我們還新增設了DJI穩定器的專櫃 無論你是RS3 mini 目前主流的小台的RS3 mini、RS3 Pro、RS3單機 我們都有陳列展示 歡迎大家來試玩比較 那甚至一些手持的穩定器 ON6、ONSE、SN3、SN4、DJI MI2 全部應有盡有 對,那這個是我們新增設的小的展示櫃 那原本的展示櫃當然是 陳列空拍機的部分 我們還是依然陳列著 也可以直接來我們門市玩空拍機在這邊 那我們來看看這次DJI送了我們一個什麼新蓮小禮呢 這個一個紅色看起來很漂亮 對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拉開囉 看起來是好像一個太空船 然後歡迎回來地球的一個故事 那其實它裡面有告訴我們一些內容物 原來是新村套裝 那我把它拉開看看 DJI2024年的回家計畫 它直接告訴我們說 它們其實是一個高科技的公司 在我們的飛行器 運動相機 穩定器上 有非常專業的設計 施照之類的 對,然後 這裡好像有一些天文的概念圖之類 對 下面有個QR Code可以掃 好的 那我們來打開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哇,好沉的一箱 對,紅粒粒很有中國新年新春的感覺 好的,那我先把它拉開看看 這個 然後一個DJI專屬的小徽章 小徽章 對,DJI專屬的小徽章 然後這個是什麼呢 哇,這個可能要把它撕開 喔,積木盲盒 積木盲盒 對 看起來非常適合花花的孩子 對不起 太粗魯了 就這樣吧 是一個樂高的玩具 樂高的玩具 喔,看起來非常不錯 DJI非常了解 花花養小孩非常的辛苦 喔 居然還蠻大一盒的耶 哇,這是什麼 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好像是 中國它有一個他們的建築物 好帥喔 對,這樣子 好的 他們 天空之城 承載著DJI 對未來的願景 以及對科技之美的追求 是大江人類全新的夢想建築基地 天空之城 哇,非常有趣 一號的天空之城 那我們來看還有什麼 哇,還有一個 DJI真的是太貼心了 知道花花有兩個女兒 對 那我再來猜猜看這盲盒是什麼 看看呢 抽盲盒的好玩之處就是 你永遠不知道你打開的是什麼東西 對 對 人生真的是一場獨居 好吧 我們直接來看看 哇 這是一個是非的空間 很像一台小型的空拍機 對,來看看 對,是非空間 對 看來是另外一個模型組合起來 可能會有一個像空拍機的樣子 好的 那我們來看看還有什麼 這是什麼呢 過新年最需要這個 阿娟哥來 來吧 刀子怎麼樣 好的 看看 裡面可能寫一些恭喜吉祥的話 是個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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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飛 零起 玉長風 旭日出山 雲小路 好的,很可愛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把它貼在我們門口的上面 謝謝啦 謝謝啦 這個可能是橫批了 對 祥雲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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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愛了 我們看還有什麼東西呢 這個 喔,紅包 剛好知道我們今天 今天數位小兔尾牙 可能 花花要上失一些現金了 紅包剛好可以直接發給大家 那這個是什麼呢 哇,好帥氣喔 滴災的背帶 我來看看 他剛剛好像有幫他取個名字 拓僵者鞋尖包 拓僵者 鞋尖包 哇,這背帶做得很年輕耶 閃身的設計 非常可以喔 哪邊前面哪邊後面 可以讓我們來放一些 我們有時候去空拍 出版的時候一些小配件 外面是防水的拉鍊 前面有個小口袋 不錯喔 裡面還有隔層 這樣子 鞋尖包 對於一隻很喜歡賣包包的話 後來說包包非常的有意義 這裡可以很快速的調整長度 對,你看 這樣 直接拉起來 你在騎車運動的時候 它就不會晃來晃去 等一下 欸,拉來拉 這個空包沒有那麼好拉 但是很踹氣 那我們看還有什麼 這是什麼呢 是一個非常好 披肩 最近天氣冷 他身體有點虛 拓僵者披肩 非常的可愛 一個披肩 而且非常的舒適柔軟很好 好的 今天DJI的新年賀禮 我們就幫大家開箱到這邊 然後其實這兩年 DJI是一個非常強勢的公司 我剛剛其實有偷偷瞄到在這邊 DJI那個 它其實 從哪一年開始 忘記了 我忘記了 好吧,沒關係 就是DJI 它是一個非常新創的公司 然後每年都有非常推陳出新的產品 然後而且在不管是空拍機的領域 農業的領域 商業的領域 他們都有非常大的突破 那我們去年其實銷售的狀況是非常的好 那希望今年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持續的努力讓它發揚光大 好的,謝謝大家 也祝大家新年快樂